大家好,我是恩赵 我的布囊中的名字叫Sariran 可能從小就好動 剛好第一次接觸到的時候 就覺得蠻喜歡的 那時候家人都是反對的 就覺得說做給他們看 就是不一定說氣球沒有辦法 所以就一直堅持 我覺得小時候 就從接觸足球之後 我覺得夢想都一直沒變 就是我想要成為職業球員 然後變得更好的 然後現在可能我已經完成了職業球員 但我其實還要更大的目標 就可能是上更好的聯賽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恩赵的話肯定很多吧 像第一次帶我踢球的老師 然後等到高中之後 讓我改變更多的老師 我覺得在我每一階段帶過的老師 我覺得都是我的恩赵吧 但是我印象到我這陣子可能就是我高中老師吧 當然現在也是國大隊的教練 然後對陳昱老師 然後我覺得不知道 可能我剛去到高中的時候 他給我很多東西吧 因為我剛去的時候 我並不是一個就是傳統學校出來的選手 然後他就是給我很多幫助 就是因為我剛好跟他的位置一樣是提前方 我覺得他教了我很多 然後很多的未來規劃都是他幫我的 一方面我去大陸 我難過的時候他也會給我鼓勵 然後就是不管已經高中現在畢業那麼久 然後還是會一直在保持聯繫吧 這樣 恩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我夢想就是想要成為職業吧 好像命名在這方面 可能當時有說台電是最好的 但我覺得我還年輕吧 我想出一場 然後想試試看到底能力在哪 然後所以我也跟教練說 我想出去試一次這樣 對啊 十二號就是我高中老師給我的號碼 十一名老師 就因為當初我進那一手高中 北門高中大家都知道 在足球高中裡面算是很好學 然後大家都在說十二號是一個比較神聖的恨 然後我在高一進學的時候 老師就過五號 然後所以我不知道 就可能接受到那號碼我覺得 我當然並沒有排斥吧 而且我就是這樣給我 那我就要做到最好 對吧 因為以往拿到這個號碼下 但是算很優秀了吧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 最喜歡這個號碼 一直到現在 然後在北京 可能 我要求了很久吧 到了我第四年我才拿到這個號碼 對啊 我想拿這個號碼是因為 老師的夢想也是成為職業者 但他那個時候並沒有 就是並沒有去國外 然後我覺得拿這個號碼的意義就是 可能讓他感受一下 就是那個十二號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拿到我覺得 當然我希望拿到這個號碼 我今年的就是比賽成果 會比去年好 比較好 然後給自己定我的目標吧 然後我希望能夠達成這樣 當然在北京的話 那沒話說那肯定是更厚 因為我們也配了很久 然後有時候在訓練的時候 然後可能教練也會說 哇 就是台灣兩個 就是默契啊 挺好啊這樣 然後我們可能 在訓練中 也會刻意說 我就穿搖了 那種感覺 然後 可能大家也會對我 哇 兩個可以啊 就高筆就這樣耍 什麼樣子 對啊 然後在國外隊我覺得 因為很多都是我以前 我們青年隊啊 然後 或者是大學同學 高筆同學以前 所以我覺得 回到這很開心 就是 就是又跟大家在一起 就是 我覺得 跟大家默契不會說 超好 就是 一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大家的想法都還蠻同意的 超溫泉孝順 對 我覺得 沒錯啊 哈哈 沒有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 我覺得 滿有道理 我還真的還挺乖的 然後 對家人 就要拿高顧的吧 所以我覺得 浩尼說得挺對 對 浩尼說得挺對 對 浩尼說得挺對 對 可能我比較愛玩 我喜歡打電動 看一些影片啊 什麼的 然後他可能會 比較安靜 對 然後看什麼都一樣 對啊 對 所以 但你會玩在一起啊 都會鬧 以後很悶嘛 我在那邊嗨 然後他在那邊嗨 可以說互相吧 有時候可能 不幸不好 他也在嗨 他也在嗨 所以我覺得 他給我感受 成熟嘛 然後 就是那種 哥哥的感覺吧 對啊 就覺得全面 去這大陸 很多人都以為 我們是 兄弟 對 所以 我覺得他給我感受 對 對 我的目標 當然可以 多爭取上場的機會啊 不管是首發 替補 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 一年會比一年好 然後 今年教練 對我的希望也挺大 然後我覺得 我 還想要更好 對啊 就是 謝謝 各位 台灣隊的球迷 然後 就是 很感謝 一路支持吧 然後 從以前這樣 然後 到現在越來越多人 在觀看 然後 我覺得 你們是我們的動力吧 然後 我覺得 你們可以 就是 多多勇於來 就是 參與我們的賽事這樣 然後 會讓我們更有 動力 在觀看 會 有 有